大家好,昨天乌克兰南部赫尔松地区又有了最新的战况 俄军占领了尼古拉耶夫地区的沙嘴 这个沙嘴地区俄军占领以后攻击了尼古拉耶夫奥恰科夫海军基地 这个海军基地是美国和英国联合为乌克兰打造的 昨天俄军也公布了视频摧毁奥恰科夫海军基地 乌军扫雷艇的画面,我给大家播 大家知道,法国向乌克兰提供了一批鱼叉反舰导弹 这批导弹已经抵达了乌克兰 根据俄罗斯方面的说法,这批导弹就部署在奥恰科夫 所以说这次俄军摧毁奥恰科夫基地 也摧毁了鱼叉反舰导弹 我后面通过地图详细给大家介绍 昨天在奥恰科夫,尼古拉耶夫 俄军摧毁了美军基地 在尼古拉耶夫,俄军占领了这个位置 这有个波克罗夫西克 这是个海角 这个地区 大家看,这个地区 是距离对面奥恰科夫最近的地区 俄军昨天占领着波克罗夫西克地区 通过这个地区,俄军摧毁了奥恰科夫的海军基地 在这个位置 我后面会把俄军摧毁英国和美国打造奥恰科夫 乌克兰军事基地的视频给大家播放 你点标题可以看到链接 视频看得非常清楚 俄军发射的导弹摧毁了海军基地 也就是乌军的徐罗挺也被俄军摧毁 这个海军基地是美国人和英国人为乌军联合打造的一个军事基地 这个海峡之前是被乌军占领 这个海峡被乌军占领 这个海峡可以恶守哪呢 恶守整个的地匂伯河的出海 地匂伯河赫尔松 他的出海几乎所有的船舶都要通过这个海峡 那实际上现在尼古莱耶夫 赫尔松地区的船舶也受到乌军的控制 奥奇亚科夫的控制 所以很难通过这个海峡 这一次打掉了奥奇亚科夫美国的军事基地 实际上也就解放了整个蒂涅伯河 蒂涅伯河尔松他的船只特别通往黑海 看啊通往黑海 从克里米亚到赫尔松海上通道 就可以通过这个通道进入到赫尔松地区 从海上也可以运送物资 另外呢 从海上物资可以通过哪 通过蒂涅伯河 北上尼古莱耶夫 另外呢 北上扎布罗瑞地匂伯 就看得非常清楚了 奥奇亚科夫的海军基地呢 实际上是由英国和美国联合 为乌克兰打造的 实际上呢 这个奥奇亚科夫的美军基地呢 是在2017年建成的 2017年呢 美国国防部呢 海军啊 发布了声明 说美国在乌克兰的奥奇亚科夫海军基地啊 举行了美国海军行动中心的奠击仪式 这个消息也在美国海军的网站上 到现在还有这个声明啊 我给大家读一下 海军工兵部7月25号 指的是2017年7月25号 在乌克兰奥奇亚科夫海军基地 举行了海军行动中心的奠击仪式 预计呢 该中心将负责计划和指挥 在乌克兰境内举行的巨演 那英国方面呢 也在奥奇亚科夫啊 实际上建立了军事基地 21年的时候呢 俄罗斯方面的消息呢 乌克兰安全局的前中校 瓦西里普罗佐罗夫 他证实呢 英国建筑工人和后勤专业人员 正在南部的 尼古拉耶夫州奥奇亚科夫市 参加海军基地的建设 由英国的私营军事公司 负责保卫工作 英国人呢 一直在开辟乌克兰南部 脚踏实地 已经在尼古拉耶夫市 办理了居住登记手续 从英格兰到库里巴基诺 空军基地 这个基地呢 位于尼古拉耶夫的东南郊 它也是乌克兰 尼古拉耶夫的最大机场 有定期的飞机 与英国往返 普罗佐罗夫呢 他透露啊 这些英国人包括在黑海沿岸城市 奥迦科夫建设海军基地的建筑和后勤专业人员 英国私营军事公司顾问 顾员负责保卫抵达的飞机和物资 他们的驻地 位于尼古拉耶夫市 亚历山德罗夫卡亚酒店 亚历山德罗夫卡亚酒店 那普罗佐罗夫呢 难以评估啊 专业人员和私营军事公司警卫人员的人数 他表示 未掌握去信息 很遗憾 乌克兰国防部长啊 列兹尼科夫呢 12月初啊 他也证实 基辅正在着手组织奥卡科夫两处海军基地 另一处呢 是在比尔江斯克 现在呢 已经被俄军占领啊 这两个海军基地都在进行建设 那现在呢 比尔江斯克被俄军占领以后 只剩下奥卡科夫一处 英国呢 和乌克兰啊 国防部呢 在2021年的6月 实际上签署了 落实支持乌克兰海军提高实力的备忘录 提出啊 向乌克兰交付新的海军平台 以及防御性舰载武器 帮助乌克兰培训人才 建立新的军事基地和采购两艘扫雷艇 为了向乌克兰武器采购和海军建设基础设施 融资也签订了融资合同 英国同意向乌克兰提供17亿英镑的贷款 英国外业部很快发布了相关框架协议的英文文本 俄罗斯国防部呢 烧业股此前曾表示啊 美国私营公司大约有120名雇员 正在乌克兰活动 此外呢 韩不明化学成分的铜 已经运抵阿夫杰耶夫卡 红利曼两地 那这笔贷款呢 实际上在2021年11月12号呢 就提交给了英国议会审议 现在来看呢 英国在奥加科夫的军事存在已经被俄军完全摧毁啊 大家其实看得非常清楚啊 在奥加科夫海军基地 实际上呢 这个恶守整个地线伯河 最重要通道 俄军在这儿呢 就可以摧毁奥加科夫 就可以解除整个的地线伯出海口的一个封锁 所以昨天的战斗呢 实际上向 奥德萨又推进了一步 大家看奥加科夫 奥加科夫 他不能恶守这个出海口 那么俄军就可以什么 其实俄军就可以通过路上 对奥德萨 他的进出的船只进行封锁 南部通过蛇岛 对海上的船只封锁 奥德萨 对吧 那他就完全被封锁住了 即使 乌军控制住了尼古拉耶夫 即使乌军控制住了尼古拉耶夫 俄军也是可以通过路上封锁奥德萨 通过路地封锁奥德萨 所以现在看呢 俄军加强了对奥德萨的封锁 也就证实了我之前的判断 实际上俄军在赫尔松地区 站门脚跟以后呢 下一个就是尼古拉耶夫 然后从路上进攻奥德萨 一定会从路上进攻奥德萨 这个太清楚了 现在啊 所以呢 我还是建议在奥德萨的华人 能够撤离尽快 那昨天呢 俄军的打击呢 摧毁了在奥恰科夫啊 全部的 全部的乌克兰的扫雷艇 那就是说在奥德萨方向 俄军如果不水雷的话 那么乌军将没有扫雷力量 整个奥德萨 它的出海将被俄军 水雷完全封锁住 所以现在海上呢 俄军已经掌握了主动 现在看呢 基辅方面的部署在奥恰科夫的 最新一批的鱼叉反舰导弹 很有可能被摧毁了 为什么这么说啊 因为现在法国向乌克林提供了一批 鱼叉反舰导弹 它没有在奥德萨 而是在奥恰科夫 这批鱼叉反舰导弹啊 现在按照俄罗斯媒体猜测 已经到达奥恰科夫 就在这个美国和英国的军事基地 那实际上呢 这一次摧毁的很有可能就是鱼叉反舰导弹 这个鱼叉反舰导弹 大家从图上可以看 实际上可以封锁哪呢 封锁奥德萨200到300公里 这个沿岸地区 这个地区200到300公里 实际上呢 俄军很难靠近奥德萨 从海上攻击就非常困难 那如果俄军摧毁了鱼叉反舰导弹 未来呢 乌克兰方面啊 它的反舰能力大大削弱了 但是现在乌克兰没有证实啊 因为这个是最高机密啊 乌克兰不会公布自己的鱼叉反舰导弹 最终部署在哪里 我觉得乌克兰呢 绝对不会部署在一地 奥德萨应该有一部分 未来会部署在奥德萨 但是这一次摧毁的 奥奇亚科夫基地呢 一定包含有鱼叉 因为现在得到消息 鱼叉 法国的鱼叉已经抵达了乌克兰 很有可能就部署在奥奇亚科夫 那顺势也摧毁了奥奇亚科夫 美国和英国的军事基地 那这就是呢 现在啊 南部赫尔松啊 尼古拉一无方向最新的一个情况 从现在情况来看呢 俄军未来进攻奥德萨呢 也只是时间问题了 俄军现在正在收缩对奥德萨的啊 整个的一个风控 特别是奥德萨呢 他现在获得了鱼叉反舰导弹以后呢 俄军会对他啊 这个导弹仓库进行定点清除 所以呢 现在看呢 乌克兰方面啊 并没有获得西方大力的支持 西方只是给他提供军事援助 并没有给他提供成体系的 包括防空 反导啊 各种包括通讯啊 交通啊 各种支持并没有提供 实际上只给他提供武器 这场战争啊 在我看来乌克兰很难获胜 因为现在的战争是成体系的 体系化战争 现在乌克兰只是获得一种武器 两种武器 大家看俄军只要摧毁你的岛 导弹基地 摧毁你的仓库 你就算有了预差 也很难对俄军形成威胁 你没有空中的支持 对吧 没有空中的掩护 也没有空中的侦察 你乌克兰方面很难对黑海进行全面的掌控 所以乌克兰他的奥德萨最后呢 也是被俄军封锁 但是现在在乌克兰的奥恰科夫呢 部署有英国的特种部队啊 特别空军团 我之前报道过啊 战争爆发以后呢 英国就向奥德萨就向 尼古拉耶夫 向这个奥恰科夫海军基地部署了这支部队 那么现在来看呢 英国特种部队在乌克兰的基地也被俄军摧毁了 那实际上俄军下一步呢 在整个黑海北岸地区 那就是要控制尼古拉耶夫 包括奥德萨 是要控制整个黑海的北岸地区 英国啊 不管怎么向乌克兰提供支持 英国不出兵的话 不派出正规部队 不派出他的空军 他的海军 乌克兰还是很难获得黑海的控制权 那这就是现在乌克兰南部最新的一个情况 后续呢 有更多的消息 我再及时给大家汇报 航空